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因此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情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 请 不可以耍赖 不耍赖 我以后的颜值发誓 小玲是一名办公室白领 业余时间兼职做直播带货 因为外形交好 时尚俏丽 小玲拥有上万名粉丝 在网红圈里也算小有名气 啊 你们有没有看网上那个八卦呀 前段时间啊 那个热播剧的女主角啊 被扒出来是整过容的呀 整容怎么了 不都是为了漂亮吗 跟你化妆是一个道理啊 而且现在整形已经这么普遍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那怎么能一样 整容那可是脸上动刀子的呀 我卸了妆 还是我自己呀 哪有那么夸张 还有 你想一想啊 你整容以后你的孩子既不像你自己 也不像你的老公 你怎么和孩子解释这个事情啊 你可别拿我大地方 我的脸可是原装的 不过我觉得微整一下也没什么嘛 我大学同学前段时间去打了狩猎针 还开了演讲呢 整个人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哦 对 他还给我发了网址呢 我给你们找一下 是啊 我看看他啊 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 快过来 快过来 哇 这对比也太大了吧 啊 看这个 小林 你快过来看一下 这什么情况啊 这什么情况 我的照片子吗 哎呀是 人红是非多呀 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乌龙 可没想随后的几天里 小林整容的谣言在公司不静而走 同事开始在背后议论纷纷 还有一天标本自己是个美女 你看那天 他一看那照片 紧张成那样子 出没整过 谁信呀 是呀 咱们那天说整容 他还说整很正常 我看呀 他就是整过的 就是 你看他那个鼻子 明显就是垫的嘛 还有那个双眼皮 别理他们 他们就是嫉妒你长得好看 我就纳闷了 我明明没有整过 怎么照片就被贴在 整形网站上了 咱可是网红 肯定是那个网站 从你的微信朋友圈 到的那个照片 你不要太生气了 你去给那个网站打电话 让他们把帖子删了 不要弃坏身子了 对 我问下 听完同事小颖的话 小领立刻拨通了 整形网站的电话 网站方面也痛快地 删掉了照片 小领本以为 事情就此解决 可这次盗图事件 对她的影响 却远没有结束 不久之后 网红小领是整容女 女网红整容成瘾 全身动刀上百字 等关于小领整容的谣言 在网上传开 小领的直播受到很大影响 合作的商家 纷纷与她解约 宋总 我们之前已经谈好了合同 你怎么说解除了呢 你也知道 最近网上 关于你的负面消息比较多 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合同 还是最好先停一停 可是宋总 您知道的 那些都是谣言 我没有整过容的 但是我知道 不代表其他人也知道 如果这样的话 会对我们公司的形象 还有销量 产生很大的影响 可是宋总 我面试的时候 你对我也是非常满意的 你也说过 我是最适合这个代言的 您现在这样说解除就解除 这样不合适吧 我们不是还没有签合同吗 再说了 可是宋总 我们都已经谈好了 您现在这样子 好了 我还有点事情 宋总 你先回 我们回头再说 好吧 小林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道徒事件引发谣言 而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给自己讨回公道 小林报了警 并将整形网站和发布不实信息的多家自媒体告上法庭 小林的遭遇确实让她头疼不已 那么照片被网站盗用 究竟侵犯了她的哪些权利呢 整个事件对她造成的严重影响 小林又该向哪里去索要赔偿呢 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山西顶迁河律师事务所的韩峰律师 来跟大家聊聊相关的话题 韩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韩律师啊 刚才的案例当中的那家整形医院啊 在网站上的私自使用了小林的照片 并且呢是假冒小林的留言点赞来吸引别人的关注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属于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呢 关于这个肖像权民法典当中有哪些新的规定呢 案例中整形医院私自盗用小林的照片 作为自己的宣传网告 吸引相关公众 关注浏览自己的网站 推介公司业务 具有商业使用性质 属于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的情形 肯定是侵犯了小林的肖像权 本次民法典最大的修改 就是将以盈利为目的删除 这样进一步加大了对肖像权的保护力度 在互联网环境下 有很多侵害肖像权的行为 常以恶意损害或者恶作剂的形式出现 往往不以盈利为目的 或很难认定侵害肖像权的行为具有盈利性 事实上 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 只要使用肖像权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都是侵害基本人权的行为 好 刚才这个视频的一开头我们也说了 小林她的身份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 她除了是一名白领之外 其实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网络主播 那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 但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 丢掉了原本已经谈好的商业合作 那这一笔损失 她能不能够向这个侵权的整形网站 和传播谣言的自媒体来索要呢 好的 案例中小林先前的商业合作尚未正式签约 即将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 并不是可预见的利益 因此小林并不能就该笔损失 向侵权的整形网站和传播谣言的自媒体索要 但根据民法典 1194条和1195条规定 小林有权直接要求整形医院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时将该通知 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采取必要措施 为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 与该网站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次民法典新增了网络服务提供者 对于侵权人通知的转通知义务 平台可以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 采取必要措施 这样可以有效的确定侵权人 也防止了侵权人无法确定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这样 还是回到这个肖像权的问题 您前面说了 不管是不是用于商业用途 只要是未经他人的同意 去使用了对方的照片 都属于侵犯了肖像权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日常 其实在微信 或者是QQ聊天的时候 可能会发一些表情包 那有一些表情包 是视频里面的截图修改而成的 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 类似像这种表情包 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用了呢 这个对于这个微信 QQ聊天中涉及的这个视频截图 系列表情包 无论截图之后 制作形成的表情包 是否构成作品 如未获得在先影视剧作品 诸作权人授权都侵犯了其诸作权 前段时间我们遇到的 葛优堂呀 做爹书大强呀 等很多都是在原有明星 明人的真人形象上 加以创作而形成的漫画形象 而这种表情包 不仅属于诸作权法保护的范畴 还涉及到肖像权和名誉权的问题 而根据民法典 1019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伪照等方式 来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肖像作品权利人 不得以发表 复制 发行 出租 展览等方式 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因此 无论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即使是肖像作品的权利人 在使用公开肖像作品时 都需要经过肖像权人同意 那其实有的时候聊天 我们发一个有趣的表情 能够更形象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别人发来一些有趣的表情包 我们可能也会收藏 然后再转发出去 这件事情 咱们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正因为它太平常了 所以大多数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可能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民法典实施之后 我们在使用表情包的时候就要多加甄别了 那么说到网上的交流 现如今很多人会通过手机直播来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原本是一件挺正能量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因为身份特殊 他们所分享的内容就会引起一些争议 前不久在上海 有一位终点工阿姨就因为在雇主家里直播自己做家务 而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上海一位终点工保姆做手机直播时分享的视频 在他的视频中不仅有他做家务的画面 有时还会拍摄雇主家中的生活用品 有食材护肤品雇主孩子的书包作业 甚至还有雇主家的宠物粮食 对于这位终点工分享的视频 网友们看法不一 有的表示终点工阿姨分享工作视频 让工作变得更有趣 也让大家了解终点工阿姨的工作内容 而有些网友则认为工作时间做直播是不务正业 同时质疑他拍摄雇主家生活 会泄露对方隐私 面对网友们的质疑 这位终点工表示 雇主对他很信任 家里的钥匙都托付给他 并且雇主们是他的粉丝 会经常关注他的直播 好短片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对于这件事情 网友们的态度可以说各有不同 有一些网友呢 表示终点工阿姨只是在直播分享自己的生活 无可厚非 而另一些网友呢 则质疑他直播雇主家的生活物品 将会泄露人家的个人隐私 非常的不妥 那么韩律师啊 您认为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 那位终点工阿姨的直播 是不是属于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呢 隐私设计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 根据民法典1032条规定 隐私是治安人的 私人生活安宁 都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呀 私密活动呀 私密信息 这次民法典将生活安宁 纳入隐私权 不仅在文字上完善了隐私的定义 实际上进一步充实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是本次民法典编撰的一大亮点 例如非法收集个人的信息 多次电话骚扰 个人家庭阻止被网上泄露后 很多网民被进行围堵呀 都构成了对私人生活安宁的侵害 家政是个特殊行业 家政清洁服务又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种服务 雇主向服务方深度开放个人隐私 而服务方尤其需要保证雇主隐私 本案中保姆在雇主家拍短视频的行为 拍摄的地点为雇主的住宅 而住宅属于典型的这种私密空间的范畴 在私人空间里 个人的生活安宁应当该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不得刺探 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 因此本案需要确定保姆是否经过雇主的授权 若没有经过授权 那么保姆拍摄短视频的行为 很明显就侵犯了雇主的隐私权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那位钟点工阿姨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 他做这个直播雇主是知道的 并且几位雇主也是他的铁杆粉丝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理解为 他在雇主家做直播是经过了雇主的同意呢 对于雇主关注网络保姆平台的行为 并不表示雇主对保姆的披露与发布行为予以授权 更不代表雇主同意保姆对于家中情况进行对外披露和发布 至于能否追究保姆和家政公司的责任 这块与家政公司之间的合同看有无约定 如果比如合同中约定了应当中重保护雇主隐私权等条款的内容 这个家政公司就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在网上非法收集个人信息 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一件事啊 一位李女士她收到了一个快递啊 收件人呢是她已经去世了五年的丈夫 这个事情原本就已经让李女士感到很惊悚了 可是等她打开包裹一看 里面竟然是三块砖头啊 当时呢这位李女士也是吓坏了 立马拨打了网购平台卖家的电话 那通过卖家的解释 李女士才知道原来呢只是一场乌龙 是卖家呢为了充这个销量的一个刷单的行为 好事情说到这儿呢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 这一场闹剧是李女士的王夫个人信息被泄露而引起的 那说到了信息泄露呢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遇到过 比如说刚领了结婚证 可能过几天呢就会收到婚纱引楼婚庆公司的信息 再比如呢我们刚买了房子 立马就有装修公司的打来电话推销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保护自己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呢 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一点建议 一 妥善处理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单据 例如在处理快递单 消费小票等含有个人信息资料的时候 先要抹掉个人信息 再进行丢弃 二 新旧手机更换时 要注意旧手机 不要直接丢弃 要对手机里面储存的信息 照片文件资料进行删除 并要恢复手机出厂设置 三 今天案例中 小林就是因为朋友圈赛照片引起的 所以我们在朋友圈发照片时 一定要谨慎 尽量不要赛包含个人信息的照片 还要尽量选择关闭微信中 允许陌生人查看功能 四 在公共场所 尽量不要去连接免费的WiFi 在使用时尽量不要进行网络购物 或者是操作网银等行为 下线时要注意清理痕迹 五 不要轻易扫描未知的二维码 例如参与扫码领取礼品的活动呀 一定要仔细看这个二维码 是否与商家的信息一致 对 第六个就是尽量远离社交平台 涉及到需要填写电话 或者是分享朋友圈等互动类的活动等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提升自身反反意识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嗯 说的没错 如今呢 我们的隐私在大数据时代的敏感度 和受关注度与日剧增 人们对于隐私的保护的意识 也越发强烈了 前段时间呢 某快递公司内鬼泄露40万条个人信息 再次的引发社会各方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热议 如今呢 不管是网购叫网约车点外卖 还是使用app都需要提供个人信息 那么除了我们社会大众要了解 如何保护好我们的个人隐私和信息之外呢 相关部门又该如何的加强监管 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过不久呢 民发典就要正式实施了 相信随着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完善 在法律的威慑之下 出卖泄露他人隐私和信息的行为 将会得到有效的管制 好了 今天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感谢山西顶迁和律师事务所的韩风律师 能够做客我们的演出室 下周同一时间法制进行时 继续带您边换节目边互动